作为江城光明中西医院妇科唯一,不,唯二的妇科医生,段浪对于自己所面临的处境十分不满。 明明自己拥有不俗的独家医学知识,有才华,却无法施展,然而,君子翻身十年,不,过一会儿,过一会儿就好了。 且看我们的大帅桌如何在医学江湖上独揽风骚吧。 欢迎收听,妇科专家,切记点击订阅,并且点赞,打开小铃铛。 嬷嬷见问,笑了,自问上把你接回来,我就把我弟赶到他同学家去住了,我妈妈在你治疗过后,腿部有了感觉也能坐起来。 今天我看太阳好,就让保姆推着他出去逛逛去了,我妈可高兴呢。 段浪听了也觉得欣慰。 好啊,你妈的病有起色,就是我最大的欣慰。 今晚上我为她做过第二个疗程之后,她的转变就会更大。 嬷嬷听了脸色一下子暗淡了下来,一双清澈的眼睛里忽然有了泪光。 段哥,你为了救我的昏迷了,身子还没有好,那晚上还怎么为妈妈治病啊? 虽然我不知道你给她治病用的是什么办法,但是我知道那一定耗费好大的精力的,我真的不忍心。 要不咱们再等一天,等你身体好些了,你再给妈妈治病。 段浪听吧,摇了摇头。 你不懂啊,你妈这个病不能拖,只能一鼓作气地把她的血脉打开。 三个疗程是依次低加的,绝对不能拖延。 可是,可是你的身体…… 我没事,我这皮糙肉厚的身体健壮,就算有点不适,那过几个小时啊,我也会恢复得差不多了,你不用担心。 真的? 当然了,我骗你干嘛,你看我这体格,这…… 没事,肯定没事。 段浪这话虽然这么说,但他心里却也是不由得一紧呢。 今天晚上,段浪没有听莫莫的劝说,执意给他的妈妈进行了第二次治疗。 二十分钟的真气输入啊,对于一个正常的段浪来说,那没什么。 可是他却是不久前刚经历了一场惨烈的搏斗,耗用了大量的真气。 治疗的过程中,莫莫清晰地看到,段浪脸色变得难看, 一滴滴的汗水从他的紧闭着眼睛的脸上流下来,把他的上衣领子都打湿了。 不只是上衣领,莫莫转到他身后时,早已看到他后背的衣服被汗水打湿了,紧紧地粘在身上。 可是段浪依旧是全神贯注地坚持对莫莫妈妈的治疗。 终于在二十分钟之后,段浪结束了第二个疗程,整个人随即就瘫软了下来。 在莫莫妈妈的惊叫声中,莫莫用力地搀扶起段浪来到了隔壁,让他躺在了自己弟弟的床上。 他剧烈地抽气地望着段浪,段浪极力地扭过头来,颤抖着用手握住了他不停给自己擦汗的小手,努力地露出了一个笑脸。 我没事,我休息一会儿就没事了。 说完竟慢慢地闭上眼睛,困乏地睡了过去。 段浪在莫莫的家里躺了三天,这三天里,段浪除了让自己身体内的真力尽量地恢复,一边坚持给妇人做完了三个疗程的疏通治疗。 莫莫的妈妈在第三个疗程完结之后,终于能慢慢地站立了,这让一家人是欢呼雀跃之外,还喜极而泣。 莫莫都不知道怎么表达自己的喜悦了,只是和弟弟一起抱住了段浪,笑着,跳着。 这时的段浪啊,虽然有些虚弱,但是还是被他们一家人的情绪感染着,感到了莫名的幸福和欣慰。 三天过后,正值壮年的段浪身体慢慢地恢复过来,身体也不再酸痛,渐渐地也感觉到自己有了力气。 她觉得再也没有在莫莫家里逗留的必要了,再说,医院里自己还有事情要急等着去做呢,便不顾劝阻地从莫莫家里告辞出来。 莫莫的弟弟被段浪赶回去了,不许他再送,可是姐姐却是个酱牛脾气,说什么也要送段浪回医院,还找借口说要去看看刘新尧。 刘新尧在这几天里给莫莫和段浪打了好几个电话,问他们怎么回事。 以前大家一有空就在他病房相聚,现在可倒好,一个来的也没有了。 段浪便把给莫莫妈妈治病的事给他做了解释。 刘新尧这才知道,原来段浪这两天忙着帮莫莫家的忙,心里自然感激啊,偷偷地跟段浪说这次谢谢他,谢谢他能无私地帮助他女朋友的家人。 段浪当然觉得自己在刘新尧面前也是丰功伟绩,虽然说自己给莫莫的妈妈治病这里面,一点也没有为了刘新尧的意思,但是自己保护莫莫,刘新尧当然要对自己感激的呀。 和莫莫一起坐在回附属医院的公交车上,段浪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和医院的一个星期之约。 一个星期的时间,自己在莫莫家里为他妈妈治病以及自己的身体恢复,就已经消耗了三天,还剩下短短的四天了。 在这短短的四天里,自己要不能找出十足的证据,证明那个合同是无效的,那么秦剑他们就会再次给大唐公司打款了。 这笔款项只要打过去之后,到时候那高档设备器械一到,那新建楼成为贵宾病房的事儿,就算是尘埃落定了。 段浪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了压力,也不再和坐在身边的莫莫说话,扭头望着窗外皱紧了眉头。 莫莫一开始还未能待在段浪的身边高兴呢,可渐渐地看到段浪脸上显现出了愁容,便好奇地问她。 段哥,你在想什么?是不是有什么心事? 唉,段浪没有作声,只是摇头随即叹了口气。 到底是怎么了?你说出来说不定我能帮你想想办法。 莫莫关切地望着段浪,段浪苦笑,转回头看着她。 啊,我是因为工作上的事儿烦心,你帮不上忙的。 啊,原来是因为工作呀,莫莫这下沉默了,段浪的工作是管理工作,自己却是一个卑微的酒吧歌女。 她跟她的生活在两个世界,确实是有心相帮也帮不上。 我真没有用,如果我要是公司的白领,或者自己创业有一定的管理经验的话,或许这时候能帮你一点点,可是我没用。 段浪一听莫莫这么说,急忙地摆了摆手。 唉,别别,你这样想就错了啊,我遇到的这件事儿啊,外人是很难帮上忙的,不是你做什么的问题, 是我还没有想到立竿见影的办法的问题啊。 可是到底是什么事儿啊,让你这么聪明的人都没有办法解决。 段浪现在有心想要不告诉面前这个小女人,可是看到她关切的眼神的时候,段浪退上了。 她重新地把目光看向了窗外。 莫莫,你知道那些人为什么要把我置于死地吗? 不是因为我吗?是那个姓唐的对我有非分之想,而你在最近又来保护我,所以…… 段浪听了摇了摇头,转回头看她。 你错了,他老三不会因为这点事儿就会动杀人的念头。 这其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,我想坏她的好事儿,而且还与她作对,其次才是你的事儿,这种种的原因凑在一起才让她起了杀心的。 啊,这样啊,那你坏了她什么事儿了? 莫莫莫惊讶地问,既然这话说开了,段浪也就不再做什么隐瞒,就把医院里扩建楼的事儿,还有唐老三的大唐公司和附属医院的合同有可能是问题合同的事儿,讲述了一遍。 莫莫听了虽然还是不完全地明白,但是段浪在纠结什么,她总算是搞清楚了。 她在发愁,一个星期的期限已经过去了三天了,而她还是没有想到找出唐老三公司和他们医院合同有猫腻的证据。 而段浪在浪费的这三天里,是她一直给自己妈妈看病,还有为了救自己而昏睡在床上。 莫莫百般歉疚地望着段浪,眼泪又一次地流出来。 段哥,不怪我妹家多累了你,要不是你为了救我,治疗我妈妈,也不会陷入这样的境地。 对于美人流泪,家人心伤这种事儿,段浪那是万万不能忍的,尤其是对方是最近朝夕相处的莫莫。 段浪暂且放下自己的担心,对莫莫装作毫不在乎地说, 哎,你看你,你看你,你好好的你哭啥呀,俗话说这船道桥头自然直,人到床上的自然光,这事情总会解决的,是不是? 你就不用放心了,不是,你就不用,你就别放在心上了,你这样你惹得我更难受。 莫莫听罢不语,只是低了头物资的歉疚。 过了不长时间呢,附属医院到了,刘新瑶的电话在刚才的时候又一次在莫莫的手机上响起。 不过莫莫很干脆的就挂掉了,段浪有点奇怪,问他为什么不接啊? 莫莫说反正我们现在也马上到医院了,接不接的也没什么要紧。 看着莫莫说起刘新瑶使这副平淡的样子,就算是心思再粗的段浪,心里也有了嘀咕了。 他心里判定,其实莫莫呀,没有那么喜欢刘新瑶,要不然他怎么会不顾及刘新瑶现在的感受呢? 可是新瑶呢? 哎呀,这段浪有些无奈,这个家伙因为自己这个所谓的女友,可是要把身家性命都要交出来的节奏,好像这世间除了莫莫,就再也没有让他看得上的女人了。 不知怎么的,段浪的心里有些闷闷的,他想着啊,他一定要找个机会和刘新瑶好好的谈谈,让他别太过于投入这份感情。 如果万一有一天这莫莫突然告诉他,他不喜欢她,那新瑶会不会受到致命的打击,一蹶不振,甚至悲观厌世啊? 那他这个知情的朋友,岂不是罪过就大了吗? 到时候他是谴责莫莫,还是怪罪刘新瑶的执迷不悟啊? 虽然他段浪对感情现在还是懵懂,不甚清楚,但是两情相悦他还是知道的,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,他也绝对没有理由去怪罪莫莫。 愿不愿意,好似他的选择,他不愿意又能如何呢? 哎呀,莫莫,段浪,你们终于来了。 刘新瑶此时的病情已经好得差不多了,这两天就可以出院,所以每天除了滴完夜之后,他就可以下床来慢慢的活动活动。 正在走廊无聊夺步的时候,看到了段浪和莫莫,先后从电梯口出来,在第一时间兴奋地和两人打招呼。 段浪也是有几天没看到他,很是挂念,抢步上前正要问问他这几天怎么样,却看到刘新瑶竟然绕过他,直接走向了低头跟在他身后的莫莫。 莫莫啊,我听段浪说,你妈妈的病基本上好了,是真的吗? 莫莫牵强地笑了一下,点了点头。 是,段哥说的没错,这次是多归了他的妙手回春,妈妈才能从病床上站起来,我,我很感激的。 嗨,感谢什么呀,又不是外人,以后有什么身体上不舒服的事,你尽管找他,没事。 段浪本来就对刘新瑶见色妄艺的举动有些不屑,现在一听不怎么的啊,你倒是拿着我赚人情去了你啊。 于是他转过身斜眼看的,哎,哎,我是刘新瑶,不是我和你有那么熟吗? 凭什么你来安排我的事啊?要是安排也是人家莫莫,你在这装什么一家人啊你,我和你是一家人吗?啊,咱俩穿一条裤子啊,晚上同床了啊,还是咋的咱俩双波过丹美啊,这轻扯啊你。 刘新瑶听爸根本就不搭理他这个茬,而是一手拉起莫莫的手说,走,咱们去病房说话,不搭理这个外人。 哎,哎,不是,我怎么倒成了外人了我,不是刚才还替我做主来了吗?不怎么的,一会儿一个样啊。 刘新瑶听爸笑了笑,看着他,嗯,嘿,段兄啊,这儿的开水没了,麻烦你拿着日水壶去打点开水给我们喝,可否啊? 开水?你等会儿,我选王朝军,我给你开个大,还没开水,我嚼死你。 这刘新瑶说完呢,也不等段浪回答,拉着墨墨就走。 段浪撇了嘴跟在后面,嘴里嘟嘟嚷嚷的,很是不服不愤呢。 我明明就是嫌我碍眼嘛,想过过二人世界,还不好意思明说,非要指我走,什么人呢这是,有了女人忘了兄弟。 断浪丢给自己的哥们一个大大的白眼之后,提着热水壶乖乖的,就去打开水去了。 刘新瑶这时候则是兴高采烈,看到自己的心仪的女人离得自己这么近,心里有说不出的激动。 莫莫呀,我们有好几天没见面了,我很想你,要不是医生不让我出门,我早就看你去了。 莫莫低了头,似乎心不在焉,嘀嘀地应了一句。 那,那你有没有想我呀? 刘新瑶满怀期待地看着她问。 莫莫没有作声,似乎在思考着什么。 刘新瑶有点着急了,她现在很期待莫莫能有一个肯定的回答,那样自己才会真的安心呢。 莫莫,你告诉我,你到底有没有? 刘新瑶不甘心地又问了一次,这次发问似乎惊醒了沉思的莫莫,她茫然地抬头看着刘新瑶。 啊?啊?你说什么? 刘新瑶这下有些失望了,不过她更担心,因为莫莫现在的状态,好像有什么心事,让她心神不安。 莫莫,你老实告诉我,你是不是遇到什么事了?怎么这么魂不守舍的呀? 看刘新瑶追问,莫莫本来想把自己拖累断浪,也为断浪因为这个可能很难达成自己心愿的事,告诉刘新瑶。 但是最后一想,告诉她这些又做什么呢?白白的再多一个人担心,便欲言又止,只是说谎,说没什么事。 见莫莫纠结,刘新瑶明白自己再问下去,也不会知道什么,索性也闭了嘴。 病房里暂时出现了一阵的安静。 过了一会儿,刘新瑶刚想问问她妈妈的病到底是怎么回事,却不料莫莫突然开口了。 新瑶哥,断浪哥在医院里遇到难题的事情,你知道吗? 刘新瑶一愣啊,啊,断浪遇到难题? 啊,你是说她和他们的医院的高层们因为新建楼怎么利用,发生矛盾这件事吧? 莫莫听了摇了摇头。 我不知道,我只是听断浪哥说和大唐公司,就是那个唐老三合同有什么问题? 哦,你说这个都是一回事,这件事我知道。 你知道?你快告诉我怎么回事,唐老三的那个合同真的有猫腻。 莫莫睁大了眼睛问,刘新瑶思寸着说, 呃,断浪说她去过大唐公司,也知道这个合同签订有蹊跷,但是她就是苦于拿不到证据。 莫莫听刘新瑶这么一说,很是关切地问。 那断浪哥,如果没有拿到证据会怎么样? 刘新瑶一听,摊开了双手。 唉,那肯定就是让那些有阴谋的人得逞咯。 不过如果是这样,我觉得啊,断浪一定会很懊恼,难受。 同时他这个监制会主席的权威也会大打折扣啊。 要知道,断浪可是在会上立下军令状的,说在一个星期之内要拿到证据。 可是这都过去好几天了,看断浪这样,好像没有丝毫进展。 说着刘新瑶也不仅有些担心起来。 莫莫听了之后,神色更加地紧张了。 那,那能有什么办法拿到证据啊? 刘新瑶无奈地摇了摇头。 唉,断浪能拿到证据的渠道都找了,可是到现在依然一无所获。 这就说明这件事太难了,除非…… 除非什么? 莫莫一下子就睁大了眼睛。 除非唐老三或者附属医院的那些签合同的人,自己把事情说出来,也许啊,事情就有了转机。 可是咱们都知道,这根本就不可能嘛。 让他们自己把事情说出来。 莫莫的嘴里一边念叨着,一边在想着什么。 刘新瑶看着想着这么入神,急忙地劝解道。 哎呀,这些事说起来啊,我们都帮不上什么忙,就别白费心思了。 不过,我相信断浪,这小子总能在关键的时候,齐招贫出,转败为胜。 所以啊,我们都不要替他担心了,他会遇难成降的。 可是万一要是最后没有想到办法呢? 莫莫不无担心地问。 刘新瑶沉默了一下。 那就是断浪的一劫啊,是他应该承受的,就必须去承受。 莫莫听了,脸色随即就是一变,沉默了两久,他忽然像是想通了什么似的,站起来和刘新瑶告别,说是马上有事要去办。 刘新瑶当然心有不舍,急忙问什么事。 莫莫却是不说,也不等断浪回来,他就急匆匆地走了。 断浪被自己的哥们刘新瑶支派出去,打开水。 虽然心里有点抱怨,但是细想,人家两个人正在热恋时期呢,自己本来就不应该横插在里面碍事,当电灯泡。 那现在这样也好,自己抽空问问,这几天自己不在,这监视会里面有什么事没有? 断浪一个电话就打到了范美美的办公室里。 范美美正自烦闷的,因为她那个想要靠磕大树好成梁的想法,一直也没有得到理事长秦健的回应。 而且这一阵子,秦健对待自己已经远远没有当初那么热情和关心了。 那时候的秦健可是三天两头地和自己巧遇,不是请自己吃饭就是一块回家,还专程在自己生日那天送过自己蛋糕呢。 所有的这一切都给范美美释放了一个信号,那就是秦健喜欢她,想要和她嫩啥,不是,想要和她好。 现在她终于下定决心,她想再一次为了男人飞蛾扑火了,秦健却突然间的若即若离了,这一度就让范美美很是困扰。 她到底是看上自己没有啊,想不想和自己扯毒的,不是,做一对露水夫妻啊。 而且,最近段浪安排的查证和大唐公司合同合规不合规的事,一直也没什么进展。 再加上,自己也是没心思处理这些事,所以范美美正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发呆呢。 段浪的电话就来了,范美美见着段浪的电话,赶忙接起来。 领导,你这几天都去哪儿了,一直找不到你。 啊,怎么,你有事儿找我啊? 段浪问。 那是没有什么事儿,就是李市长秦健存经打电话过来两次,问你在不在? 段浪一听,应了一声,算是知道了,接着又问了范美美几句关于大唐的合同,有什么进展没有。 听范美美的答案是否定的,段浪便再没说什么。 和她说了句过一会儿我回去的话,便挂断了电话。 去宫水区提了热水,段浪一步三晃的来到了刘新瑶住的病房的时候,却发现这里只剩下垂头丧气的刘新瑶一个人。 段浪就有些奇怪啊。 哎,范范呢? 不是,她怎么没陪你啊? 去哪儿了啊? 哎,她走了。 刘新瑶怅然若失地回答道。 啊,这么快就走了,你怎么不留下她啊?你和她好好聊聊啊。 段浪把热水壶放到一边,一边问刘新瑶,一边给她拿了茶杯倒着热水。 你以为我不想啊?可是她就是急着要走,我能怎么办呢? 刘新瑶有些懊恼地说,段浪笑了笑,没有再作声。 也是,人家范范有自己的人生自由,想来就来,想走,当然就能走了呀。 难不成还要听他们的摆布吗? 哎,行了行了,走就走了吧,来,喝水。 段浪把一杯水放在了刘新瑶的床头棍上。 刘新瑶似乎还是有些不甘心,她抬头看着段浪。 哎,我说,我怎么感觉范范好像有心事呢? 而且还不想让人知道,你说她妈的病不是刚让你治好了吗? 她还有什么事放不下呀? 段浪听了摇了摇头,她对女人的心思这种东西,她从来就不太懂, 那更别说让她猜现在范范在想什么了。 这范范有心事也不愿意和我说,看来她没有拿我当男朋友啊。 刘新瑶自言自语地嘟囔了一句,语气虽然没多大, 但是这间病房里本来就他们两个相对安静。 这话还是原封不动地落在了段浪的耳朵里。 段浪的心里一顿呢,她扭头看着患得患失的刘新瑶, 想要劝戒她的想法又一次涌了上来。 呃,新瑶啊,段浪来到她的身边,挨着她的床边坐下。 我想说呢,其实你和这个女人有没有缘分,或者你们两个合不合适啊, 从平常的一些小事上就能看出来。 莫莫她既然这样,也就说明她也许还有犹豫啊。 刘新瑶听了段浪的话,有些似是而非,便问道,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?我怎么没听明白呢? 我的意思是啊,其实你不用对莫莫太过上心, 也许你们的缘分还不够深也说不定啊。 刘新瑶抬头看着段浪的脸有些阴沉了, 你什么意思啊,莫莫是不是对你说过什么? 段浪一听急忙的摆手, 哎,没有,没有,没有,这都是我自己多心, 都是我自己才想出来的话, 其实我也是为了你们俩好, 你这样投入,我是怕到后来不但没有得到回报, 还会伤害你自己啊。 听段浪这么一说呀, 刘新瑶似乎轻松了一些, 嗨,我还以为莫莫对我们的关系有个结论呢, 没有就好,没有我就放心了。 你放心了? 段浪现在对这个痴心的朋友真是没办法。 不是,你还是理智地对待一下自己的感情吧, 你别太狂热了。 段浪劝解道, 刘新瑶听了则是很不以为意。 段浪,说这个你就不懂了呀, 我呢,那是过来人,有经验, 对待自己喜欢的女孩子, 那是个男人都应该补迹后果, 勇往直前, 这样女人才会感动, 才会接受你。 像你这样吊儿郎当的, 什么都不在乎的样, 哪个女人会放心你呀? 我段浪一直就这尿性, 身边的女人她也没少过呀。 那你现在空窗, 你的魅力呢? 刘新瑶接短道, 那,那,那,那是因为我没看上谁, 如果我看上谁的话, 我早就生扑了我, 我还等现在呀我。 段浪不无调侃地说, 刘新瑶自然不会把她的话放在心上啊, 只当她信口开河, 不过她好像忽然想到了什么, 一双眼睛探究似的, 上下地看了看段浪。 段浪, 你对嬷嬷有没有别的想法? 刚才你劝过她那些话, 是不是在暗示嬷嬷可能不喜欢我, 她喜欢你呀? 段浪一听这话, 蹭了一下就站了起来。 哎,我说刘新瑶, 你有没有脑子呀你? 嬷嬷现在是你的女朋友, 你不要说我现在只把嬷嬷当妹妹, 就算不是, 我也不可能对她动什么心思, 朋友妻不可戏, 这句话知道不? 我段浪这个人虽然混蛋, 可还是有底线的我, 你怎么能这么想我呢? 你真是的。 段浪这下似乎真的有些生气了, 刘新瑶一看她这样急忙的白手安抚, 哎呀, 好了好了, 和你开个玩笑, 你看把你急的, 我只不过说着玩玩, 段浪的大手一挥, 啥? 你以后少说这些不靠谱的话啊, 要是让默默听到, 指不定怎么伤心呢。 哎, 新瑶啊, 你也不想想, 你不看看, 你现在什么样子啊? 我段浪什么样子啊? 任何一个女人站在这儿, 那她肯定会选你这个翘生生的奶油小生啊, 至于我这个沧桑大叔, 看来啊, 只有望美星探的份儿咯。 哪有啊, 你乱说些什么呀, 你也是很不错的, 我的段主席同志。 刘新瑶开心的笑着说, 哎呀, 从刘新瑶的病房回来, 段浪刚想要整理一下自己的思绪, 看看下一步的工作怎么进行, 秦健却是及时的出现在了他的办公室里, 段浪一愣, 笑道, 呦, 秦理事长, 你来得好及时啊, 我这刚刚回办公室你就过来了, 哎, 是不是你在我这儿安装了什么牵了眼了, 我的一举一动, 你都知道。 不料秦健一听, 嘴角竟然不经意的抽搐了两下, 干笑道, 哎呀, 段主席啊, 你真爱开玩笑, 咱们这是医院, 又不是叠战, 还随时有眼线在身边, 你这个想法真太逗了你。 段浪笑笑, 没有作答, 请秦健在一旁的沙发上坐下, 这才问, 秦理事长, 你特意来找我是有事啊? 段浪点了点头, 原来秦健在昨天的时候, 忽然接到了唐老三的电话, 他在电话里莫名其妙的, 问起了段浪以前的情况, 还问他是不是有什么厉害的老师之类的话, 把秦健弄了一个莫名其妙啊。